英语学末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记得汤尼学末期的位置呢 是在台中市的汤尼英语补习班 我们在补习班的一楼可以看到呢 有非常多美丽名贵的这个画 那我们看一下眼前这个画是什么 我想呢大陆的朋友也都知道 来到我们台湾一定要来到我们阿里山 可以看到樱花 还有我们阿里山的小火车 你知道这个是怎么样 这不是画的哦 我们再靠近一点看 来我们画面再靠近一看 可以感觉得出来了吗 其实这是用贴的 叫做贴画 这完全是一个贴画 我们看一下栩栩如生 那今天记得汤尼学呢 很高兴呢 为你呢来到了台中汤尼英语补习班 访问到这里的一位学员 也是老师 同时呢也是业余的画家呢 张圆圆 圆圆你好 你好 汤尼老师好 谢谢你有很多粉丝掌声的 对不对 我们大陆呢 有一百多万的观众朋友呢 都会看我们的英语新闻报 能不能谈谈一下哦 刚才我们介绍这一幅阿里山的这个火车 叫培樱花 这是不是叫丝画 对是丝画 是用纸张 然后丝贴成一幅画 哇这个是很特别的 这个丝画在台湾是很普遍的吗 还不算 因为其实它是从日本团来的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也是欠缺推广 那我们的老师他目前他会大力推广 所以他针对每个学校或是每个活动中期 他都会去参加 然后所以增加一些学生 然后推广这个教育 哦就在台湾目前哦 极力的推广这个丝画哦 对 那请问一下张圆圆老师哦 您做这一幅呢 阿里山的小火车 这样的丝画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呢 这个时间 呃 其实丝画大概一两个月了 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慢工出细活 当然哦 所以才可以这样虚虚如生哦 那这样的丝画在保存上哦 它可以最久可以保存多久 这个丝画只要不受草 可能四五十年一百年 可能应该都没有问题吧 哦其实就像艺术品一样 对 因为它都是亲爱的纸张的保存的期限 你看那个国画的保存期限 有的都保存百年千年啊 哦当然 所以它的纸张的 现在的纸的效果都还不错 了解 那在做这样一幅的丝画哦 请问张圆圆老师 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做丝画是要细心啊 你如果要让它越精致 你的工就要越细 像这个花一片一片贴出来 然后一片一片组合 然后还要看一下 它的远近 它的感觉 所以说 真的是叫慢工出细活 真的 而且我们观众朋友再看一次哦 其实它整个丝画 感觉上 它是一个立体的感觉哦 真的这种立体的感觉 我们看一下呢 小火车有没有 好像栩栩如生哦 就要从画面上哦 这样要开过来了 这些樱花哦 它有这个远近的这种 不同的这个层次感 这些都是用丝画的特色嘛 是不是啊 对因为丝画有很多纸张 然后还有透明感 有的纸张比较有透明感 纸张有比较有有纤维 有的比较没有纤维 有的比较粗糙 有的比较那个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材质 做出各种不同的效果 了解 那我们知道呢 张源源老师 不只是我们左边的丝画 我们来看右边这一幅 哇 那这幅是相当的巨大哦 放在这个补习班哦 可以感觉哦 这个春的来到哦 这个带来很多的这个福气哦 这个是用画的对不对 这是属于国画吗 对 这属于国画 哇 这幅画有多大 这幅画应该算全开的画面 全开的画哦 对 哇 这非常的大 其实整个墙哦 我们要远远的看哦 其实非常的巨大哦 因为有些画还是要大一点 看起来比较大气啊 嗯 太小的话觉得也挺小家气 了解 那源源老师 这幅是牡丹 那取错什么名字呢 哦 这我是把它写说富贵满元春 富贵满元春 对 上面有你的落款吗 我们 哦 这里有我的落款 这是我的名字 所以大陆的朋友 如果来到台湾 对不对 哎 要珍藏呢 我们张元元老师的话呢 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哎 名字 你都是用这样子的 嗯 对 落款 对 好 张元元 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哦 真的很值得珍藏 其实大陆现在很多朋友 他们都知道 增长一幅好的画哦 尤其存在性的画家的画 真的以后可以增值上千倍 上万倍都可能耶 那请问一下张元元老师哦 这幅牡丹又花了多少时间 呃 其实牡丹 因为我们是血液画 所以其实画的时间很短 比较短就对了哦 大概不用到一天就可以完成这幅 哦 你原来是血液哦 对对 啊那个意境是从哪边来的呢 血液的意思是说一笔就要给它画出来了 一笔就要给它画出来了 不会一直描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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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 你去哪边取景的 这个画面呃 一般我们都是照里南的画法 啊这个其实是有一些参照我们老师的稿啊 了解 因为我们老师现在八十几岁了 他的稿现在是算是也是算很多人收藏的 很珍贵的哦 对对对 因为八十几岁真的是很难的 对啊 而且我们知道张员老师呢 他除了作画之外 也在教画嘛是不是啊 呃对 但是我算你不大爱教 所以很勉强答yes哦 真的 如果说要珍藏老师的话 然后呢跟他这个学习画 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台中市汤尼英语补习班联系 而且老师本身也在学日语 又在教英语 哇 你可以真的是很爱学习耶 为什么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学习让自己变年轻又变快乐 很棒哦 所以张员老师啊 说真的我想汤尼确呢 记者可以用生命来保证哦 张员老师啊 他本身的人品就像他的画一样 非常的高洁 非常的有爱心 而且非常的这个高雅 所以如果你能够收集一幅这样子 优美个性作家画家的话 他能画将来的争执是不可同日而遇的咯 再次提醒您 记得汤尼确目前为止 在台中市汤尼英语 为您做的采访报道 对对对对对对不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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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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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